而且是早年拜过孙建仁老师 还有今天她的夫人这个张金香也到达了 现在她表演的是孙建仁老师创编的 这个传统的这个孙子太极权的这个金莲涛 这个孙子太极权的这个是这个 起源于这个孙孟唐先生 孙子唐先生是旺东县的这个故乡 今天旺东县的这个武协的这个秘书长 和旺东的孙子太极权的这个这个会长 阮心村都到场了 来大家表示欢迎 另外这个党军天老师呢 武功理解得很好 而且她曾经代表过这个北京的参加队 战人战人教练 大家看得出来啊 这个他们孙子太极权呢 还是得到了宣传 并显得很好的故义 大家可以看 现在啊 这个推广孙子太极权 许多人做了很好的贡献 但是有一点杂 所谓杂就是说 这个本身是这个三十七世 现在又出现了这些 郑格大哥这一些 实际上还能把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 也能认真地继承 很好的鸿洋 今天赵慧的这个还有孙子太极权的那个天津 孙子太极权研究会的会长张冒青先生 他因为要回到这个时间上 韩西亚和台湾的交流活动 还有这个马峰山先生 他们都今天聚会了 大家看得出来 今天他现在已经这个六十八岁了 将近七十岁的老人在这打 大家看得一交一支 哎呀很好 这个腰腿很灵活 好 表演的呢 大家鼓掌表声感谢